停停停蹭上了 怎么回事啊你 来来回回这好几遍了 要不就蹭这边 要不就蹭那边 你耽误事啊 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这车位太窄了 怎么也弄不进去 要是您停不了 我帮你停得了 下来下来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轻松就停进来了 不折腾半天都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 你停不进来吗 为什么呀 因为你死心眼啊 商自尊了 对事不对人啊 跟你开个玩笑 其实啊 稍微改变一下方式 就停进来了 我给你好好讲讲 垂直向的泊车 是最容易处理的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垂直向停车的时候呢 我们就面临两种情况 一种是离近端的车太近了 一种是离远端的车太近了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倒不进去 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离近端车太近和离远端车太近的调整方式 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并不是太大 咱们先从离近端太近开始说 这个就是离近端太近的一个场景 那如果你要继续再往里倒 还是朝右打方向往里倒 你就会蹭上 现在怎么调整 很简单 离近端车太近 说明你打方向打早了 你要原路往回走 不要动方向 往回走一段 这时候打正方向 这时候 开始往回倒 而往回倒的时候 因为你刚才打方向打早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打晚一点 让它多往后倒一些 现在我们就从离近端车太近的场景 调整到离远端车太近的场景了 这时候再进行调整就变得容易的多了 原地打方向 打到头 打到头之后你再朝前开 车尾自然而然就甩出来了 然后到达一定的位置之后 你只要再继续朝右打方向挂倒挡往回倒 这个空间就出来了 车就很自然的倒进去了 现在这辆车就很正的停进了它的停车位 记住两个底层逻辑 第一个逻辑就是 倒车或者前进 那无论是车头还是车尾 它针对于你转向的反应是一致的 就是你向左打 车头或者车尾它就是向左拐 你向右打车头或者车尾它就是向右拐 那么第二个逻辑是 不管你离近处的车太近 还是离远处的车太近 都是因为你调整的线路出现了比较大的误差 那你要纠正这个误差 你就要适时的调整方向 而不要沿着远路去返回 你看是不是死心眼 好像是有点死心眼 那你说垂直停车最容易 那侧向停车不是更难吗 你干脆一块给说了多了 你怎么拿的驾照啊 驾向没教你啊 你这不是驾向学不到吗 侧向停车啊 它稍微有点难度 就是啊 当你从后面开过来的时候 你不能够离路边的这辆车太近 你也不能离它太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合适呢 你看这辆车开过来了 基本上就是我们并排在这儿 可以占两个人 这样的一个距离就够了 纵向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呢 就是你要从你的驾驶舱 看你侧面这辆车 正好你发现你的肩膀 和这辆车的壁柱能够在一条线 而你这辆车的壁柱呢 恰恰在这个壁柱的后方 在这个位置 你就要开始往后倒车 而倒车的时候要把方向盘打死 那么当你往后倒的时候 倒到什么程度 你就不能再继续打死 车轮呢 要调整方向呢 就要看你这个左侧的后视镜 在你的左侧后视镜的画面当中 你能够恰好看到 后边这辆车的完整的车头的时候 你要把速度降下来或者把车先停住 然后这个时候要回正方向 继续向后倒 那什么时候再要调整方向呢 就是要看右侧的后视镜了 当你看到你的右侧的车尾 将将把你的后方的马路牙子 遮住的时候 这时候要向左把方向打死 接着倒 一定要慢啊 要均匀的往后倒 那当你倒到这的时候 你的后视镜里面能够看到 你的车轮已经很近的贴近 在马路牙子的位置上 这时候你要把车停住 把方向向右打死 挂前进挡 往里靠 停住车 再挂倒挡 继续把方向 往左打死 往后倒 哎 这个时候 车就停稳了 我总结一下吧 侧向停车确实比垂直向停车要难 为什么要侧向停车 就是因为路面上的空间不够 既然是路面上的空间不够 你就会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离侧面这辆车的距离有多远 有的时候因为路面太窄了 当你离侧面车距离太近的时候 你要注意 就不是壁柱和你的肩板 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了 而应该让壁柱更靠前 让你的车更多的向后倒一些 再开始打方向 那据到多少 参照是多少 其实就是在标准状态下 经过多次的停车之后 总结了足够的经验 你自己来把握这个分寸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当你倒入停车位之后 你有时候会发现前后距离都一样 可是我这车倒不动了 不要慌 这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你的方向是向左打死的 而在这种状态下你的右前轨顶到了马路崖子 这个时候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 你的车也不会受损伤 你只要停住车 然后把方向回正就行了 大概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车也基本上已经停住停车位了 如果它的位置不够正的话 前后稍微的调整一下就已经OK了 除了垂直向的停车和侧向停车之外 还有一种停车方式 我们通常遇不到 但是你肯定会碰上的 就是这种鱼骨式的停车位 那么这种鱼骨式的停车位 我应该怎么停呢 是倒进去还是开进去呢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怎么顺 你就怎么做 为什么呢 一般这种鱼骨式的停车场 它必定有一个行车的方向 你比方说像地上给你画好了行车线 那你一定要顺着行车线过来以后呢 如果这个停车位是顺着你的行车线的 你就头冲里扎进去 你像这个停车场呢 它是顺时针的 在那个方向呢 它就是朝那边开过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那一排停车的 它就是倒进来停的 它就是和这个方向都是顺着的 所以它并不一定是要倒进去 也不一定是要扎进去 而是看行车道的方向顺着来停 比方说像这辆车 它就是错误的停车方法 它习惯性的认为 凡是这种看起来 有点像垂直停车位的 都应该倒进去 是错的 你看如果它现在开出来 它就和对面来的车 正好产生了一个相逆的方向的相逆 就破坏了行车的次序 另外呢 它如果按照秩序 它要按照这个方向开走的话 它会有一个非常 死的一个弯 它拐不过去 所以整个的停车的次序就被打乱了 这是咱们在中国特别常见的一种情况 就是大家呢 对于这种秩序 在头脑里没有一个本能的 常识性的认识 经常会破坏秩序 乱开乱行 这个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够从我做起 自己每一个人来维持这样的秩序 把它变成根植在你脑海当中的一种本能 只有这样 咱们中国的交通秩序 咱们大家的安全 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其实啊 这东西就得靠练 熟能生巧的一活 条件越差 技术越够 那就得说人家老外技术好 你看人家城市里边又拥挤 人家停得规规矩矩 整整齐齐的 也不一定 其实这个停车技术最高的是中国人啊 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现在这纪录仍然是咱们中国人保持的 你看那车停的 唰一停进去 前后那空间就两张报纸 哇 那得多牛啊 诶 他怎么出来呀 他一拉门不就出来了吗 好 遍 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